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优秀的上官婉儿会利用这三秒的间隔衔接普攻或者技能 打出致命剪奏 让对方防补胜防 让我们来看一下总决赛MVP猫神的这波蹲草 先使用二技能 接着闪现苗海鄙视斩杀云中军 随后借助普攻停顿 再用一技能接三技能靠近前来支援的老夫子 普攻后顺势大招跳跃至空中 打出伤害的同时撤出战场 关于进场时机 上官婉儿尽量等待对方的控制技能交完后再进场 一定要考虑好自己打完伤害后如何全身而退 我们来看一下猫神的这波团战是怎样冷静思考的 此时比赛进入高地攻防战 猫神冷静思考 他选择站在后排四技而动 见苏裂大起三人 立即释放二技能顺着比试 刷出大招 直接打出云中军名刀效果 与裴金虎一起将其斩杀 最后 推荐两件适合上官婉儿的装备 首先是赤热支配者 这件装备自带的回篮续航 能完美支撑上官婉儿的兑现消耗与发育 同时 血量低于30%时 能增加一个护盾 并且增加移动速度 还能立即移除控制 使落地后逃生 或是被刺客偷袭时 反杀的成功率都大大增加 然后是辉跃 辉跃倾向于主动释放 可以提供一小段时间的保命 且辉跃的效果不会打断上官婉儿的冲刺 冲刺途中开启辉跃 结束后可以继续冲刺 期间可以调整方向 也给了时间考虑是否要选择继续冲刺 还是选择撤退 所以这两件装备其实各有优点 玩家们可以在装备进入CD时交替使用 最后切记 冷静思考 客观判断局势才能成为最强法次